欢迎收看8月11号的大新店地方新闻 我是张门奇 首先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乌兰区公所举办英文学习活动 希望借此丰富小朋友的暑假生活 达官国中小开办角力下令营 透过多元有趣的体能游戏 启发小朋友对运动的热情 明城里关怀据点开办健康课程 教导长辈透过运动与饮食 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 新北市政府协派中心首度跨界与世新大学 合作举办LED智能摄影棚工作坊 今天的用心爱台湾一起来认识 来自香港的Andy 如何透过茶餐厅 向世界诉说香港的故事 乌兰区公所在图书馆举办了一场 英文学习律动游戏活动 邀请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参与 除了学英文促进亲子互动 更希望借此丰富乌兰区小朋友的暑假生活 乌兰区未处山区教学资源较为缺乏 为了丰富区内孩童的暑假生活 乌兰区公所特别在图书馆举办了一场 英文学习律动游戏活动 邀请家长带着孩子一同参与 透过亲子互动一方面学习英文 一方面也可以和孩子 在有趣的律动游戏中培养情感 透过各项的内容 像是英文的学习 以及律动的游戏 以及我们的花草书签的DIY 这样各项的活动来去增加 父母亲跟小孩子的互动 来彼此的让一家人都能够平安喜乐 这个其实是我们最终的目标 这次的活动 乌兰区公所也聘请了专业师资指导 坊间的英文课一堂动辄数百元 这里则是完全免费 老师从最简单的打招呼 颜色等单字与句子 带领小朋友在沉浸式的环境中学习 让孩子们没有压力 另外也设计活泼的唱跳 小朋友跟着英文歌曲动一动 唱一唱跳一跳 学习兴趣加倍提升 同时老师更进一步带来有趣的游戏 结合上课内容 寓教原乐 小朋友不仅玩得很开心 也将英文通通学起来 你喜欢今天的活动吗 喜欢 为什么 因为很好玩 你今天有学到什么呢 英文 喜欢今天的活动吗 喜欢 为什么呢 很有趣 你今天有学到什么 英文 这次的活动将英文变成了好玩的律动级游戏 小朋友可以在快乐的环境中学习 让成效大大加分 更让乌来区孩童在暑假有了满满的收获 记者成品者们齐 乌来采访报导 达光国中小在暑假期间开办了角力夏令营 教练李秋平表示除了教授基础的角力动作外 还会设计多元有趣的体能游戏 训练肢体协调 敏捷度等等 让小朋友喜欢运动爱上角力 暑假过了一半许多学校的暑期活动持续热烈进行中 达光国中小国小部角力夏令营 从7月31号起到8月11号 每天上午10点半到12点 由教练李秋平带领 借由多元游戏的方式 让小朋友训练肢体协调 敏捷度和专注力 他表示在角力夏令营中 最主要还是希望先引导孩子对运动有兴趣 进而喜欢上角力 让他们觉得说来角力的上课的方式 不是说只有来注重训练而已 我们是用玩的方式然后去引导他 然后会觉得说变成说 好像角力好像很好玩这样子 然后去引导他们有兴趣 有时候分组 有时候则是两两搭配 将角力基础动作 融入在体能活动当中 就有小朋友说 有时候看似在玩游戏 却无形中学会了翻滚 也有人说在尝试的过程中 教练会不断的鼓励 最后成功了 让他非常有成就感 有一些小游戏是鬼抓人 然后就是在 就是人 被抓的人可以做一些动作 然后其实鬼还要复刻 所以这样子其实是可以练习一些翻滚技能 那些的 教练把电子放下来时 教练叫我们跑过去 跳过起来 然后第一次我失败了 第二次成功了 让我觉得很惊讶 很开心 教练李秋萍表示 在角力下力营中除了运动技巧的培养 还会融入品格教育的学习 希望小朋友不但学会勇气 拥有坚持和毅力 还要懂得尊师重道 不是说只有训练他们角力这一块 我们还会教他们品德 对让他们就教育他们 让他们有一些新鲜的 就是有习惯 然后就是要懂得礼貌 尊重师长这样子 不论是在店上跑跳或者是和同伴练习着基础动作 打官国中小角力下力营 让孩子们在这个暑假期间尽情享受运动的乐趣 也期盼透过下力营推广这一项有趣且具挑战性的角力运动 记者杨邦友 赵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 明城里关怀据点每个星期三下午 与更新医院共同举办迎向幸福下半场 长者健康促进课程 除了带领长辈做激励训练以及有氧运动 也安排健康讲座 教导长辈如何吃得更健康 从手到脚跟着老师的指令动起来 经过30分钟让长辈们全身舒畅 这是明城里关怀据点每个星期三下午 与更新医院健康促进管理中心 共同举办的迎向幸福下半场 长者健康促进课程 每堂课都会带着长辈做激励训练 以及有氧运动 除了增加长者肌耐力与平衡感 同时也养成长辈的运动习惯 更新那边每年都会给我们做12堂课 有关健康方面的 而且这个课对我们这些伙伴很有帮助 所以大家都很有兴趣 所以每年他只要一开课 都报班 像今年就有40个 所以大家都上得很高兴 运动之后 更新建筑中心紧接着安排的是 健康医疗讲座 这天营养师就带来了 关于长者营养的各种知识 包括了认识食物种类 如何吃的健康 以及看懂营养标识等等 让长辈们可以透过运动与饮食 全方位为自己的健康把关 像长辈可能会不知道 他的分类像很多像是地瓜 马铃薯这些其实是全骨早梁 它不是蔬菜类 所以那可能长辈可能就会比较不了解 然后我们就要让长辈知道 到底分类怎么样 才能把那个食物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吃出来 然后像长辈可能很多就是会 蛋白质吃比较少 所以豆穴蛋肉类 可能就会跟长辈说 到底吃什么样的量 才是足够这样子 银向幸福下半场 总共安排了12堂课程 来参加的长辈表示 每个星期来动一动 火落筋骨 感觉很舒服 酸痛也跟着减少 还可以吸取很多健康知识 收获满满 你出来之后有增加 就是跟大家一起嘛 互动啊什么的 然后有一些 就是课程做得很好 跟我们帮我们设计的很好 老人也可以做 不太有不能做的 所以就帮助很大 明城里关怀据点 已经成立六年时间 据点会定期规划各种课程 鼓励社区长者参与 希望长辈可以多外出与邻居互动交流 活跃体能 也让身心更健康 记者是明城门奇 新店采访报道 新北市政府协派中心 首度跨界与世新大学合作 办理LED智能摄影棚工作坊 由专业讲师带领大家 了解最新引进的摄影技术和设备 新北市副市长刘和然 也亲自体验智能摄影虚拟实践的拍摄过程 他表示未来将持续以公司协力方式 协助影视产业发展 新北市长刘和然 在世新大学智能摄影棚 体验起当太空人的感觉 这是亚洲第一座占地 470平的智能设置基地 新北市政府协派中心 首度跨界与世新大学合作 举办LED智能摄影棚工作坊 希望透过借由这项新技术 让新北往影视城市的目标更迈进一步 里面有高达2256片的LED 加上上面还有一个10公尺乘以10公尺的LED 把它整合起来 所以这样的一个虚拟实境的安排 让我们在拍摄任何画面 像我也很想来就是 我也很想拍一下那个Mission Impossible 那种FU 自己可以在那边高危险的 这个危险的地区做一些高危险的动作 我想这个都是对我们未来 在拍摄相关的影片可以有很大的帮助 以LED荧幕替代传统绿幕的 虚拟影视制作模式 身丽其境的视觉效果 与即时影像追踪摄影 让被拍摄者更容易沉浸其中 世新大学校长陈庆和表示 这次除了智能摄影棚外 还特别搭设的实景摄影棚 将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资源 让影视拍摄的内容可以更多元丰富 不管是实景拍摄也好 但是我们这边还有虚拟的棚 还有实景的棚 也能够提供我们新北市的朋友们 如果有一些拍摄的需求的时候 也可以来善用这个基地的内容 那么场地器材设备 那我想这样的话 我们这种合作 就可以让我们的拍片的内容 拍片的形式 以及表达的方式更为丰富了 在这场LED智能摄影棚工作坊中 吸引了众多有志从事影视产业发展的人才参加 世新大学广电系专任讲师李绍哲就指出 这个智能设置基地 从拍摄到制作都同步好莱坞技术 不仅对于师生来说是新的学习 也为国内影视产业带来改变和进步 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探索这个技术 一直到现在慢慢摸索到 就是说只要有片子有剧本来 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执行的一个程度 那可以说就是跟同学一起成长 那整个过程是非常开心 然后很高兴说学校有这个远见 新北市新闻局表示 未来将持续透过公司协力的方式 开拓多元影视发展面向 串起新北影视狼带 深化影视城市影像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台北采访报道 广化后继续来看用心爱台湾 让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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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这条街有很多茶餐厅 每一间餐厅都味道差不多 为什么我要选这个茶餐厅就是那种情怀 我去到那边 那边的店员会跟你聊天 可能会问好你 好像在台湾有些学生来这里吃饭 都会问他们 最近什么时候考试 什么时候放假 去哪里玩 他们就会有一种 好像有一种责任的感觉 台湾的客人来到我也会跟他们聊聊天 最近怎么样了之类的 是一种 台湾的人情味也有 但我们香港的事实也有这个部分 但我们也可以呈现出来 可以跟台湾走得更近 台湾的客户 通常奶茶就是充满的 我们通常不会浪费的 就是非常 客人来都会问拿杯茶是什么 就是奶茶充满那个茶胆药 再加入水 把它变成 变成给客人喝的茶 这个通常一个茶蛋 就是充满刚刚那个茶 就可以变成 西华莱茶 茶酒 还有冬鸣茶 可以冬奶茶先 小心嘛 有冬鸣茶的 台湾喜欢吃比较Q圆的 我们喜欢吃比较硬一点的 还有 台湾可能喜欢吃一些粗粗的 我们比较喜欢吃一些干的东西 那就涮了很久 其实刚刚好那个米是跟我们产米差不多 粒粒分明的一颗一颗的吃下去 那个水的比例也很重要 那那个瓶很顶 就是两边都可以吃了 那你就用这个 有一个蜂枣排骨的 有一个蜂枣排骨的 我为香港也会去吃的 可能跟我的大伯啊 一些亲吃吃饭 也会点一个蜂枣排骨饭 但是我不去了 对 不能回去 但是一吃到就是 感觉好像我小时候 香港那些网面啊 看到一些图片吧 对那时候是怎么样 那也会去想 未来还有没有机会为上感吃吃吃吃吃啊 可能看一些外面啊 还是他想 没回去 是 究竟吧 因为可能疫情过了 可能大家开关了 可能很多客人都上感 有些客人可能围上感啊 呃 拜年啊 就贪心了 就这样 就是他们很多都围来啊 就说哦 去完上感还是 过年前 哦 准备围上感了 那时候就开始感受到 因为 哦 看到图片的客人 然后去上感 好像围上感 哦 哦 对 对他们开心哦 就疫情过了 不用隔离了 但是 听他们开心 但是 自己内心 哦 我什么时候 我不去啊 这样子 现在上感 可能已经都不上 啊 现在妈妈 很多网块员 都是把一些 上感的舒缓 还是网块 搭过来 台湾 所以 其实我们要跟台湾民众 是我们是站在台湾街边的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新闻 哦 台湾是自由民主 那我们很 因为上感没有了 那我们就来到 这个正规的东西这里 希望可以 运输下去 跟全世界啊 运输的那个国家的人 说哦 上感的故事 上感的精神是什么 来看宝贝亚有哪一些地方上的活动讯息 身装大心电宽屏WiFi 6 搭配MH Wi-Fi 全面优惠中 让您上网更稳更顺 提升家庭空间网路覆盖范围 速洽29173939 大心电监控防护2.0 采用AI人像辨识科技 入侵及时告警 另外提供窃盗随时补偿 给您全方位保障 速洽29173939 新北市农业局 建制新北市水土保值数位治理平台 推动申请书件线上审查系统 免除纸本递送 减少审查日数 申请人可自即日起上线使用 少年暑期打工切记三倍七步原则 包括搜集、印证公司资讯 告知亲友面试地点 检视真材内容 还有不缴钱、不购买、不办卡、不签约 不离生、不饮用、不非法工作 新店护证事务所服时间为星期一到星期五 上午8点到下午5点半 请市民朋友避免再非服务时间 到户所洽工以免白跑一趟 以上的新闻内容 可以扫描画面上的QR Code 到大新店有线电视的YouTube、 脸书粉丝团 以及官网上查询、点阅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张门琪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